欢迎收听主茶品部 今天和您分享散文 林语堂 幸福无非四件事 来源 名家散文 一生很短 明天何意外 不知道哪个先来 这次疫情 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义 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金钱 名利 而是健康的身体 平安的人生 林语堂曾说 幸福人生无非四件事 一 是睡在自家床上 二 是吃父母做的饭 三 是听爱人讲情话 四 是跟孩子做游戏 看起来都是些稀松平常的小事 但真正的幸福就在于此 一 睡在自家床上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床上度过的 莎士比亚说过 舒服的睡眠 才是自然给予人的温柔的 令人想念的看护 最有安全感的是 莫过于躺在属于自家的床上 可以做任何事 也可以任何事都不做 冯继才曾被抄家 东逃西窜 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 冯先生终于可以安居乐业 每次夜间回家 看到亮灯的窗子 心中便有一种踏实和温暖 家庭是世界上唯一 可以不设防的地方 只有在自己的家里 身体才能自由自在 灵魂才能妥善安放 那是属于你的空间 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在这方小天地里 享受独处的乐趣 舒本华曾说 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 才能成为自己 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 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这一刻 你不是谁的孩子 也不属于谁的下属 更不是谁的朋友 你只是你自己 清代金石家张廷记 有一幅对联 很有意思 朱惠翁半日静坐 欧阳子方夜读书 朱惠翁 寄儒学大师朱熹 他喜欢花半天时间静坐 心静澈彻 是妙与世间 真谛的最佳状态 欧阳子 即欧阳修 他在万籁聚集的夜里读书 与古人私语 与灵魂对话 在孤独中 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在外界 虚名福利的诱惑中出走 回归内心的平静 人 唯有在此时 心灵方能由于天地之间 与天地精神往来 成就广莫人生里的点点示意 欢喜而真实 二 吃父母做的饭 中国人最讲究吃 无论是山珍海味 还是精美小炒 火锅烧烤 总让人垂涎 但风味万千 只有家里的味道 最让人 魂牵梦营 挂肚牵肠 美食家蔡兰说 世界上最极致的口味 永远是妈妈的味道 小时候 临近日暮 空气弥漫着柴火味 饭菜香 吹烟鸟鸟 母喊而归 长大后 我们渐渐远离家乡 每次回家 爸妈都紧锣密鼓地张罗着一桌饭菜 没有条条框框 迎合奉承 功筹交错 回到家 只有简单 放松和心安 老舍在自传里说过 他怀念他们一家人包饺子的场景 老舍少时佳贫 他从小帮助母亲干活 辛苦一年 为的是除夕 买一份猪肉白菜 一家的人在厨房包一顿饺子 老舍羡慕别人家的饺子肉多 每每此时 母亲就会说 咱们的饺子里菜多肉少 可是最好吃 刘家和孙家的饺子 必是油多肉满 但我们的饺子 会使我们的胃里和心里一起舒服 后来 他明白母亲那句 胃和心一起舒服的意义 那便是 全家相互扶持 手脚不闲着 便不会走到绝路 而且会走得登登的响 树一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最后才渐渐懂得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任何人 可以像父母一样 爱我如生命 诺大的城市中 家里饭桌 那盏灯 永远为我们所亮 最亲人是父母 最暖的饭是团圆 三 听爱人讲情话 最动人的情话 说给最爱的人听 爱情不只是海事山盟 惊天动地的震撼 更多的是细水长流 相守一生的陪伴 鲁迅和原配 朱安的婚姻 是父母之命 他们婚后感情不合 形同陌路 朱安曾说 我是骄傲的 因我是周树人之妻 我亦是疼痛的 受着一个不爱我的人 夫妻间的梁国 在于无话可说 鲁迅不爱朱安 把她当作母亲的礼物 只有尊敬 并无感情 有人 惊有林说 那家庭可就怕人了 鲁迅常年四季 除丽话外 不大与太太谈天 据她家老妈讲 大先生与太太 每天只有三句话 朝夕相处的两个人 若常常在一起没话说 实际上 夫妻感情 已经名存实亡 歌曲 最浪漫的事中唱到 我能想到 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 慢慢变老 一路上 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 慢慢聊 幸福的人生 在于爱人间 心照不宣 无话不说 家里 充满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到底聊些什么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每天都说说话的 感觉的分威 正如三行情书里所说的那样 余生还长 愿你和一个真正爱你的 聊得来的人在一起 这才是人世间最常情的烟火幸福 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平凡而琐碎的 坐下来聊聊天 听一听对方的苦闷 讲一讲白天的所见所闻 我愿意让你知道我的一切 而你的一切 我也感兴趣 我们都知道 爱对方就要说出来 最好的感情 就是你想说话的时候 有人倾听 有人回应 最好的伴侣 就是永远都不嫌你话多 明白 你藏在每一句下的欢喜与悲伤 四 跟孩子做游戏 还有一种幸福 是家里有孩子 大人陪着孩子玩耍 充满欢声笑语 尽享天伦之乐 妈妈在厨房里洗手做羹汤 爸爸在客厅里给孩子当马骑 大马在地上爬 小马在大马背上笑 一家人在一起 比什么都重要 果农 在我的事业是母亲里说 陪伴孩子成长 就是重回生命最初的快乐时光 是一件多么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啊 最重要的是 在陪伴中寻找一颗童心 以一个孩子的姿态 跟孩子玩耍 体会游戏的快乐 把尘世的生活 过得生动有趣 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陈中书和杨将不仅是神仙伴侣 与孩子阿元在一起 更是其乐融融 陈中书从来不摆出父亲的威严 他比女儿还要顽皮 有一次 女儿阿元大热天 露着肚皮熟睡 陈中书就把他肚皮上画个大脸 被杨将一顿训斥不敢再话 每天临睡 他都要在女儿被窝里埋至地雷 把大大小小的玩具 镜子 刷子 甚至燕台 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 等女儿尖叫 他得意的大乐 杨将在我们仨中写道 这种玩意儿 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 可是中书却百玩不厌 谢去所有伪装 保持一颗童心 与孩子作伴玩耍 童心不敏 天真烂漫 五 幸福四件事 幸福是什么 我们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林语堂告诉我们 幸福其实很简单 幸福是躺在自家床上 让身体和心灵归于平静 找到真正的自己 幸福是吃父母做的饭菜 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幸福是有人相爱 有人相伴 可以无话不谈 可以情意绵绵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幸福是跟孩子做游戏 怀一颗童心 陪孩子一同成长 所以请深爱 请珍惜 拥有的一切 结有趣 拥有的一切 都是幸福 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您关注我 也欢迎您 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